105年度服务之身 集邮民房人员表扬大会 县长李明珍及县府警察局局长 为庆险都到场颁发奖状并合影留念 林县长特别感谢民房人员 平日对县内各项治安 交通工作的热心协助与帮忙 担任本县民房总队总指挥官的林县长表示 那条县是观光大县 更因幅员广大更显紧力的不足 需要民间力量的协助和支援 还感谢民房、易警、逼交弟兄们 平日牺牲自己的时间 投入各项治安协情与维护工作 对本县观光发展与治安交通 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各位干部在马上的时候 过年在半年为止 协助交通的时候 希望给大家的产兜里面的协助 祝我们今天晚上的年龄会 大家的年龄会非常高兴 回去开车要小心 安静地义 本次接受表扬的资深民房人员都是服务满20年以上 包括民房人员10人 易销5人 易交3人 三地易警5人 另外已在会中公开表扬 基于民房人员12人 基于干部11人 做讲人都已上台接受表扬 我们知道这些干部平时对我们蓝头县 这个警察级协助的相当的多 尤其一有发生灾变或是灾害 或是人员的失踪 我们这些干部都尽最大的努力 来协助警察局 帮助写解问题 所以他们有些资深基优的 这些干部 今天好多内政部表扬 而民房总队副指挥官大队长刘炳中 则指出 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民房人员有十大任务 平日协助警方处理地方治安 交通等工作 天灾地便时则帮忙救灾 暂时也要协助后勤等工作 很感谢所有同伴的投入和付出